今天你們看到我們這個後面的背景 就是時代華納還有川普大樓還有中央公園 我們每次錄小視頻和直播都是背對著那邊了 但是實際上這個房子是正對著對面 那麼中央公園這個地方東南角 我就不用說了叫鑽石的角 是吧 也是一個風水最重要的地方 按照紐約的風水是清隆位 所以共產黨看到我們坐在這他們是很不高興的 特別是像我們這些戰友們坐在這兒是更不高興的 那像這種長相的中國人在這兒他那是更不爽了 那麼頭兩天有一個國內體制內的一位咱們的兄弟說 他說你不知道 他說七哥我離開這個滅爆小組一年來 我總是在想當初參加滅爆小組的時候領導佈置任務的那段話 說第一任務把郭文貴給撵出十八樓 他當時他很驚訝就是為什麼要撵開十八樓呢 就這個十八樓對共產黨來講他接受不了 因為共產黨的私生子女 他們從來沒有人住進過這個謝倫納特人 謝倫納特人他不是錢的問題 他是一個成功信用 還有一個所謂的社會階級的一個代表 所以說當我住在這兒去滅共的時候 他們是接受不了的